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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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是霸凌 偏差行为 智商 这些我们要用社会情绪学习的方式来计划三年 希望能够在心理卫生的健康所屋上 做这一块也能够强化做好 那同时在这个社会情绪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推动从家庭社会责任来跟我们学校的教育来做结合 让家庭跟学校在教育的结合上 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掌握社会的脉动 也能够让自己更有信心的去 未来毕业以后就能够随时有一技之长以外 也能够有就位的能力 这也就是我们目前推动一个目标和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